哈囉 大家好 是你專家小鈺老師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什麼呢 一樣有朋友問老師一個問題 就是老師啊 我們平常配戴佛牌啊 很多人都說一定要心咒才會靈驗才會怎麼樣之類的 那我們就來聊聊這個心咒的必要性 那我們先來聊聊心咒 心咒就是跟這東西去做相應的東西 所以外面我知道有一派的說法是說 如果你這佛牌沒有心咒它就會無用等等之類的 但是老師要很老實的跟你講 其實大多數的佛牌不會特別限制要這個心咒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給一般老百姓去佩戴啦 那一般老百姓佩戴的佛牌怎麼會搞得這麼複雜呢 當然是不會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有心咒的存在呢 心咒它很多都是祕傳的 在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傳承之中 是譬如說我有某個法脈 而我今天面對某我神明的時候 我會念我專屬的心咒 讓他知道說我可能我是你的徒孫等等之類的 而得到一些幫助 那有些人會把心咒列為是鑰匙 就是我可以啟動這個力量 那還有一種就是譬如說 他們有一些像養鬼冰鬼這樣的 這個心咒譬如說我今天要求這個鬼去做一些事情 而這些鬼不願意去做 我可以溢死這個鑰匙 我可以去啟動這個強制他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強制去做這些事情 一般來講法師不大會把這些東西傳去給一般人 避免去傷天和破壞一些東西 那我知道有些朋友就跟我說 有些他們主張 心咒是必須的這一派的朋友 他們就有跟我說老師我問你喔 是不是大多數的神明 應該說百分之九十九的神明都有心咒 就哪怕是以道教為例 這個玉皇大帝有玉皇大帝真經啊 官二哥有官二哥的經 三太子有三太子的經典 每個都有他的經典跟心咒 那他就跟我說如果沒有必要的話 為什麼要創出這麼多心咒呢 那我一樣是問他說 那請問一下你平常去這個宮廟拜拜對不對 你會走去門口的時候 你看到門神就會唸門神的心咒 你看到土地公就唸土地公 唸虎爺就虎爺心咒 玉皇大帝就會有玉皇大帝的心咒嗎 他說他基本上不可能會了解這麼多心咒 我說那就對啦 你自己都不可能了解這麼多心咒 那我一樣問你 如果你沒有這些心咒 平常你去拜拜 是不是一樣照相成願 你要去求這些神佛幫忙 一樣是ok 你為什麼要這麼在意這個心咒呢 除非你有特別的傳承 或是特別的需要 或是你特別想要跟他相應 你要做到修法的動作 不然其實你平常去燒香拜拜 請問大家去燒香拜拜 你會拜釋迦牟尼佛 你有特別念釋迦牟尼佛的心咒嗎 你會不會把自己搞得太辛苦了一點點啊 你什麼都要背 那你比法師還要專業了 是不是 而且你還有一個修法動作 所以各位親愛的朋友 如果你平常佩戴佛盤 願意去修這個心咒 是很好的 但是就算是沒有 其實常吃佛手精咒 通用作就夠了 真的不用特別去求 一定要特定的咒 除非這個師傅告訴你說 沒有這個心咒 不能啟動這個能量 但是這些東西 一般不會落入一般人手中 了解嗎 好不好 那針對心咒這一集 老師就做個簡單的分享給大家 有喜歡的朋友 一樣幫老師訂閱按讚以及分享喔 掰掰